没错兄弟们 大家一直念叨的老丈母娘家的地窖 今天终于是要完工了 在前两天我和瓦娘的努力 还有老丈人的指挥下 这地窖已经完成大半了 今天只要再把另一侧的墙体砌起来 这地窖就基本完活了 针对上期各位兄弟们提出的疑问 我再来解答一下 已是过道太窄 这个真不窄了 作为地窖来说 基本上和二哥家的一样 他们家用了这么多年 没有一点问题 像是我家东北的地窖楼梯也不是很快 目前这个宽度真的是完全够用了 另外一个问题 大家说两侧的墙汇等 这个我们也考虑到了 目前来说只是矿架 后期我们还会进行横向的支撑和架固 确保万无一时 话不多说 八几八公阿南再次上线 拯救完了 OK兄弟们 我们又开工了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半开工 昨天这颗墙切的基本上差不多了 今天要把这两颗墙全切到底 来为生活比个叶吧 七万二分之一的 二分之一 连成 感觉第一次当八级挖工 感觉还可以 感觉还蛮老固的 我说你这个八级不是一个等级 是个名称 就叫八级 就叫八级 名词加冻词 我特意这么有弧线这么设计的 因为大家都明白 对对对 好的设计师都有 都要加一点自己的想法 对对对 在设计的 这不是说单纯的气象 但是这个设计感 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什么叫设计感 为什么我要整 设计这个弧形呢 就是到时候填土 我说因为它受到泥土的挤压 它就会回正 对 抵御点冲击力 你要直的或者往里凹 它就往里面倒了 对啊 你说为啥现在水田坝 为啥都有整弧形 不整直上直下呢 抗冲击 抗冲击是吧 老鸡是嘎嘎的 一百年不带到 八截八重干熟肉活 我跟你说就是精密精细 质量也刚刚的 住手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 浩颜无耻之恩 这和表哥开了几句玩笑后 刚准备大战一场 这天又下几雨来了 不得不缩 这边天气是真的躲遍 一天过完世纪真不是腿的 这边天气是真的躲遍 他本身上多了 他本身上没有 是最后一会的话 是最后一会让你知道的 这边的 这边の大战 是这么多的 空间的 空间形 的 这天气不想让你完工啊 一个人都下场雨里 隔一个小时下一场 隔一个小时下一场 这云菜其实吧还不太大 估计一会就走过去就停了 其他地方都是晴的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过雨雨 还挺猛 我把这块儿端上捞完吧 待会儿给你降降温 这风停了雨停了 我们也继续干活了 我那够比的二个人也来了 那么多好 我一看 好 这是太开心了吗 我现在已经没了 没了 我应该是放了 我应该是放了 我应该是什么 我应该是放了 我应该是感觉 我现在应该是 我现在不需要 我现在的鸡肉 我现在是打了 什么鸡肉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 很漂亮 很漂亮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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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经凉了吗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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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的那些爸的 各位晚上 拍个香槟吧 哈哈 没有吗 我现在连拧个 拧个瓶盖的力气都没有了 累死我了 这两天 这一块砖 我估计只有30斤 来回罗的倒我的妈 太累劲了 再一个我还不会 我还不会气 这个还有点气歪歪了 这个第二排 相对来说还好一点 这还找了点感觉 基本上 大概样子出来了 相对吧 就这是一个过道 下去之后是地窖 然后这地窖上面 到时候我还得 弄一个车库 然后车库这块就是 这不是一个 就是可以那个 修车用 用的一个就是 户道嘛 然后上面 到时候和那个房子 打一起的地机 打完地机之后 这上面的塔上板 一超平 就完事就完工了 眼下来看吧 就是基本上完事了 一些细节上还得还得找 那就不是说今天了 我是整不了了兄弟们 我是过累屁了这两天 我不是一天干的 不是腰酸被痛的兄弟们 这是一点不打火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偷偷啊 哎 这是一个小楼梯 小楼梯 然后一点 往下走 往下走 哎往下走 然后就到 大老战地窖了 可以吧 OK 今天还得 活完事 行了兄弟们 到此为止 就算是把地窖的框架 搭建完成了 接下来 就要进行泥土回填 框架架固 安装通风口 地面枣瓶等等 一系列工作 还是有很多活要干的 大家的建议 我也都在看 也是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相信不断的改良修散 这个地窖 一定会盖的非常好的 行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咱们下期见